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LAM频道,今天我们看的这辆是 Triton Premium Triton Premium 在2022年,它做了一些小小的改款 就是把原先那个Bumper改成了黑色 Mirror也改成了黑色 然后这个Side Step也把它改成了Gloss Black 有Door Handle 后面这个部分也把它改成了Gloss Black 讲到Triton,我们一共有5个版本 有Triton VGT Manual Manual Premium VGT Auto 还有这一款就是 VGT Premium 跟Atlet Full Spec so for Triton Premium,它的公开售价目前是 126,900块马币 外形方面,它比这个VGT Auto是多了一个Forklamp 然后它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Grey Color,还有一个是Per White Per White是贵一个800块 动力方面,它无论是哪一个SPEC都好 它的马力都是181PS 还有430个Nm的Tor 都是一模一样,5年200千的KM Warranty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的里面 Triton Atlet 和Triton这个Premium 它是有一个皮椅子 是有Ventilation的皮椅子 然后这些都是真皮,这个是真的Stitching来的 OK 然后再看看Dashboard 一看 第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有这个Multi Functional Steering 它不再像传统的皮卡,什么都没有 然后 左边这边 是我们的Control那个Multimedia的 调整声音大小 右边这边是我们的Croach Control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Button 这个是看我们车的Info 就是比如讲Trip A,Trip B 跟那个Setting 看看几时要拿车去Mentainance 这个娱乐系统方面 我们有这个9寸的这个Player 然后这个Player 它是Support 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的 就是无论你是苹果用户 还是Android用户 你都可以Support这个平台 就是可以Mirror你的Foon过来这边 Waze Google Map全部都可以通用 然后Triton Premium 它这个是Digitalized一点的 就是看起来比较先进Advanced一点的 这个Aircon的Console 然后我们看下来 我们的牙箱 这边是有一个Sport Mode 它的Sport Mode就是Tip Tronic的意思 就是可以给你加减牙换挡 然后它这边的Design也是 看起来会比较美 再来就是这边是有一个皮的设置的 就是我们走长途 脚这样子放的时候 然后它会来的比较舒服 没有将近 它是非常软 这个是真皮来的 就是Support我们的小腿 然后再来就是Easy Select 4WD 我们这边2H就是RWD 4H还有4L就是4WD 它的转法就是这样子转 按下去再转 它就已经换成 它就会换成那个4WD了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也是有一个Recorder 是已经是for原装车跟着一起来的 然后再看看车尾 before that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Handle 就是方便我们进出车 同样的后面我们也是有这个Handle 也是方便我们上下车 因为这辆车真的是很高 所以就是给我们方便上下车 然后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Rial Aircon Blower 它就是有一个吹风的功能 过后这边后面也是有这个灯 可以找东西啊什么啊全部可以用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Charging Station 是有两个USB Port 然后这边是可以有一个置物空间给你放东西 也是一样全体椅子有这个Ventilation的 全部都是有这个洞的有Ventilation的 再来它的椅子这边的设定是比较斜 所以坐下去是没有这样垂直了 就是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中间这边其实有一个Armrest 它的椅子翻下来了过后 后面也可以收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也是有这个Z 还有这个你的工具全部是在这边 TryTone的影片就到这边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络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来这边试车